香港人对文物建筑的保育意识 可以说在2006年到2007年开始觉醒 之后2010年的起帖街 2015年的同德鸭 2016年的黄都戏院 2020年的主教三配水库 还有最近的这栋战前转角阳楼 一次次的保育争议 相信大家都还记得 其实早在1976年 香港就已经实施了古物及古迹条例 但这个评级制度一直为人救病的地方 就是它根本没有法律效力 但但是政府公布的数字 在2016年至2020年间 就有15栋以平或平级的历史建筑被拆卸 历史建筑一旦拆卸 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 这些时代遗留的痕迹 只会一个一个消失 传统上的保育都是针对延传建筑 而研究香港建筑历史10年的黎晋惟 就决定从新角度出发 我是黎晋惟 我是一个建筑师 亦都是一个研究香港建筑历史的人 其实这个项目本身 我们是希望可以用一个NFT的方式 这样去将一些香港的旧建筑 特别是一些香港已经拆了的 消失了的一些旧建筑 在一个数码的世界 用一个数码的形式去呈现出来 近年兴起的NFT买卖 牵涉到元宇宙和区块链的概念 元宇宙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虚异世界 而所谓区块链 即是一个数码账簿 NFT就是储存在账簿上的一种数码资产 被永久记录 元宇宙代表背后是一个 Digital的世界 一个Vertual的世界 其实就是跟一个Vertual的世界 本身有一个比较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觉得不是需要 去做一个所谓的Digital Twin 不是需要去做一个 数码版本的Vertual的世界 而反而更多就是 我们在Vertual的世界 已经回不了头了 已经没得再在Vertual的世界 可以找到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将它 在数码的世界里做出来呢 而制作的过程一点都不容易 复杂的建筑物 甚至要花三个月的时间 才重构到它们的外观 很多时候 找到的资料可能都是一些 旧的照片 如果比较好彩的 可能会找到一些旧的图籍 旧的设计图 但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平面的资料 我们未必能够很容易 可以了解到它在立体上 其实是如何呈现的呢 这件事其实就要 少少是一个教育的计划 就是我们去到 透过我们对于 我们对于旧建筑 对于那个时代的建筑的 一些理解 去到推敲出来 究竟当时的设计 最有可能的一种做法呢 而这个计划 除了希望重新呈现 这些拆卸了的旧建筑之外 受益还会用在香港历史建筑的研究和保育 在一个经济上的层面 我们怎样把它变成一个 Digital Arts NFT Arts 然后可以去到 卖得到 之后再有一个收入 可以用来去 放在一些关于旧建筑的研究 或者一些旧建筑的保育上 香港的土地资源问题 私人业权的争议 还有保育政策的不完善 都可以说是一次有一次保育失败的原因 甚至会有人觉得 没有需要纠结于一些已经过去 或者大家不想记起的历史 我们不是要去 免怀一些东西 不是要去所谓的怀旧 或者不是要去 好像真是纯粹的一种 我要将旧的东西重演在眼前 对于建筑历史来说 其实 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怎样透过这些建筑物 去到规探得到以前的一些历史的 在历史时空里面的一些文化 或者一些背景 亦都希望大家透过这一件事 就是可以对于一个香港的文化形象 或者对于香港的一个 这个 entity 可以有更加深的一些认识 比如好像油政总局这些建筑物 其实在70年代的时候 它仍然存在在香港 其实不是距离我们太远 但是当你站在中环的脑市里面 其实你不会幻想到原来在70年代 曾经出现过一个这样的建筑物 所以我想是一个桥梁来的 其实是将我们的幻想 带回到一个旧的时代之余 其实也是扩阔着我们对于香港的一些上象 而这件事是 比纯粹的怀旧 其实是看着未来 向前看着 就是我们透过去了解这些历史的时空 再去看 究竟未来的城市可以如何去发展 接着下来的消失的建筑系列 黎俊为将会为大家虚拟导赏 酒房五栋在香港已经不复存在的历史建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